纯恶劣的孩子部分会有勾音上的问题 在这里我们要协助家长如何透过简单的方式 判断孩子的勾音问题是属于哪一种类型 以及如何运用简单的方式帮助孩子说得更好 接下来可以请孩子从1数到10 并请爸爸妈妈用心地仔细地听听看 跟我接下来示范的发音是否符合 第一种情形 如果孩子的发音像这样 一 二 安 日 五 右 依 阿 友 呃 这是生母省略的问题 第二种情形 如果孩子的发音像这样 一 二 干 鸡 五 六 起 八 九 鸡 这是属于舌头后置backing的问题 第三种情形 如果您的嗨字发音像这样 一 二 安 日 五 六 起 八 六 呃 这是喉色音glotto stop的问题 这有可能是恶烟壁所不全所造成 我们建议您找专业人员做进一步的确认 第四种情形 第四种情形 如果孩子的发音像这样 一 二 安 哼 五 六 哼 八 九 哼 听起来有点像鼻音 但不是单纯的鼻音问题 是后鼻擦音 posterior nasal fricatives的问题 六岁以下小朋友常常因为中耳发炎 造成的暂时性听力受损 产生第二种或第四种的勾音问题 若孩子的发音状况 跟以上四种任意状况相似的话 您可以直接跳到练习单元 协助孩子练习 如果孩子从一数到十的发音 跟以上四种类型 不太一样的话 那请爸爸妈妈再听听看 以下三种 是否跟您孩子的发音符合 第一种情形 如果孩子的发音像这样 一 二 单 哼 五 六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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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色音化 stopping的问题 第二种情形 如果孩子的发音像这样 一 二 三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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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的孩子是以上三种情形的话 并不适用本光碟练习单元的训练方式 以下练习的方法是日常生活用语中常出现的 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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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生母所组成的用语 对孩子来说是发展阶段较早发展出来的音 对小朋友来讲是比较容易学习的 而且当小朋友掌握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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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发音后 也更容易延伸学习唧唧的音 练习时建议每天10到15分钟即可 让孩子持之以恒的练习 会比一周一次较长时间的练习更容易吸收哦 听听看找出对的图片 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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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龜 推 鋪子 兔子 褲子 椰子 蝶子 一段 一罐 桌子 鍋子 水燈 水坑 好棒 好胖 好燙 扣子 豆子 打肚 打鼓 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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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褲子 袋子 蓋子 蓋子 舌尖運動 嚕嚕嚕 大部分的孩子 都可以發出 嚕嚕嚕或是 拉拉拉的聲音 這時候可以告訴小朋友 讓口水再多一點 這樣就可以發出 嘟嘟嘟的聲音囉 讓口水再多一點 其實是以小朋友聽得懂的用詞 說明 舌尖再用力一點的概念 拉拉拉 如果孩子做上面的舌尖運動 不是很順利 無法做到的話 可以用下面的噴口水運動 來做練習 凸 嘟 如果小朋友還是習慣 將舌頭放在後面 聽起來像 咕 這時候就要想別的方法 來幫助小朋友 請先確定小朋友可以發出 嘟的音 再請小朋友把舌頭伸出來 在那個位置發 嘟 嘟 嘟 如果孩子已經可以連續發出 三個相同的音後 例如 突突突 嘟嘟嘟 這時候就可以進行 進階版的口腔運動了 不同音調練習 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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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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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詞練習 現在 我們要來練習 兩個字以上所組成的語詞 需要特別提醒的是 雖然是相同的音 但是在不同的位置 它的困難度是不一樣的 比方說 單音的D 是最簡單的 但如果放在第二個位置 或是更後面的位置的話 它的困難度就更高 例如 弟弟 弟弟 弟弟餓了 可愛的弟弟 這三個語詞 雖然都是發出弟弟的音 但是它的困難度是不一樣的 所以 如果希望小朋友能在日常對話中 熟練的運用語詞 並發出正確的音 就必須把每個音 在不同位置都充分的練習 接下來 一起來做 德特那樂的語詞練習 爸爸媽媽更可以舉一反三 找出更多日常生活用語來進行 更可以利用遊戲的方式 來幫助孩子從遊戲中獲得更多的練習 特別提醒爸爸媽媽 當小朋友在練習的時候 請專注他正在練習的這個音 滴 滴水 第一名 第一個 弟弟 例如 滴水 如果孩子發出的音是滴鬼的話 不要在意他的水發錯了 反而要稱讚他的滴發對了 因為滴的音才是我們的目標 水 是以後才要教的 搭 打電話 打球 打開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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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象 大象 大眼睛 大眼睛 嘟 嘟 嘟嘟 嘟嘟 讀書 肚 肚 肚子 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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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 踢到 楼梯 溜滑梯 提起来 身体 替我拿东西 他 他们 他的 蛋挞 突 突头 图画 画图 吐舌头 兔子 兔宝宝 小白兔 泥 泥巴 泥土 泥巴 你们 你们 那 那么 那些 那些 怒 努力 怒气 哩 离 梨子 水梨 礼帽 利器 拉 拉紧 拉竹 辣椒 辣椒 鹿 鹿 卤蛋 卤肉饭 路灯 马路 场景路 短句练习 短句练习 现在我们来练习由四个字以上所组成的短句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 虽然是一样的音 但在不同的位置困难度是不一样的 因此 若希望小朋友在日常生活中 能熟练地运用短句并发出正确的音 就必须把每个音 在不同的音节位置都充分地练习 除了我们列出的短句以外 爸爸妈妈也可以跟小朋友玩举一反三的游戏 一起来造句 让小朋友从游戏中有更多练习的机会 滴 冷气滴水 弟弟可爱 搭 我要打球 大家好 都 玩嘟嘟车 喜欢读书 肚子饿了 踢 踢 玩溜滑踢 玩踢足球 身体健康 踢 踢在上课 六个蛋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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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凸 凸 上图书馆 突然发生 突然发生 阳眉吐气 一只白兔 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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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泥巴水 玩泥巴水 拿 那些玩具 拿来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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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 离 离里外外 离里外外 很有礼貌 很有礼貌 拉 拉 拉一拉手 不要拉我 不要拉我 啰 参加露营 会帮助纯恶劣孩子能有更好的构音 除了配合语言治疗课程及评约的练习外 家长的态度和互动技巧 对孩子的学习成果也有很大的影响哦 接下来有几个主题想和家长一起来讨论的 家长看完后可以选出您的答案 在这边要提醒家长 答案没有对错 只是我们可以选择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协助孩子 抬起脚打球踢 你踢过啦我踢过去踢球真有局 你会来吃吗 你会来吃吗 我不会吃 我不会吃 可像你这个年纪已经读得很好吃 你怎么读都不会 如果您平常的反应是第一种情形的话 我们知道您是为孩子担忧 但您的担忧听在孩子耳里 他感受到的可能是指责及不被疼爱 这对孩子的帮助不大 小年纪和奶奶 小年纪和奶奶 咕噜咕噜 我也和奶奶 咕噜咕噜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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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是我們比較建議的方式 點頭微笑可以舒緩孩子的壓力 並讓他感受到您的鼓勵 讓他更有動機練習唷 您也可以在孩子唸繪本的過程中 觀察他哪個部分表現得比較好 並告訴他 你哪一段唸得很好 真的很棒唷 媽媽這句話不跟我玩 他聽不懂我做的話 那你再跟他說一次啊 勾說幾次就懂了 如果您平常的反應方式 是上面這種方式的話 我們知道您是想直接告訴孩子 怎麼做最快 但您卻忽略了孩子想表達的 是他內心受委屈的情緒 而您的指導聽在孩子耳裡 他感受到的可能是指責 及一直被要求 這對孩子的幫助並不大 媽媽我今天想跟這個玩玩 他聽不懂我說的話 那怎麼辦 那我再說一次啊 哇你有努力想辦法 真掛法真的聽懂了耶 你一定很開心喔 對啊 真厲害 上面的方式是我們比較建議的 透過引導師的問話 引導孩子說出他面對問題時的處理方法 而這樣也更能幫助您了解孩子 在學校與同學互動的情形 而且幫助孩子把他內心的感受說出來 對孩子來說是很大的安慰與同理 表示您認同他內心的感受 媽媽我想吃糖果 家裡沒有糖果耶 可是我想吃 那我們吃冰箱好不好 好吧 我想吃糖果 你不要吵了 叫你吃餅乾啊 沒有糖果了 面對以上這種情形 當大人理性地告訴孩子 無法實現願望的原因後 通常孩子的抗議會更強烈 更加無理取鬧 也會加劇親子間的衝突發生 這時候 我們會建議以假設的方式 來實現孩子的願望 而這樣也更能增加與孩子溝通 對話的機會 我們會 媽媽我想吃糖果 家裡沒有糖果耶 可是我想吃 那你自己換你自己想要吃的糖果 你最喜歡吃棒棒的 喜歡吃哪些種糖果 這是什麼糖果 這是 而且你也喜歡吃什麼 我幫你我 棒棒糖 接下來 我們想跟家長討論 什麼時候鼓勵孩子 可以得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 而在誇獎孩子之前 你也可以養成 注意自己優點的習慣 漸漸的 您就可以注意到孩子的優點 自然而然 就知道要誇獎孩子 哪些行為了 至於誇獎的時機 我們的建議如下 第一點 在孩子表現出良好行為時 或是學會原本不會的事情時 第二點 我們可以運用巧妙的誇獎方式 那什麼是巧妙的誇獎方式呢 小事也值得誇獎 具體描述行為也讚美性格 加上本身的心情 搭配肢體語言 真心誇獎 避免用獎品誘導 像是我們常常會說 如果你說的好的話 我就給你買禮物 綜合以上幾點 例如 當孩子慢慢學會自己穿鞋子的時候 我們可以在這個時機誇獎他 跟他說 哇 你能自己穿好鞋子 不需要媽媽幫忙 能夠獨立做到 媽媽覺得好驚訝也好開心喔 來代替你好棒好厲害 等不具體模糊的稱讚方式 謝謝老師 by bwd6